九公園和八公 我东北在这里连着没吃过酒 您好 老板在吗 老板出去了 出事独立啊 下雨了 哪儿啊 没有啊 他就说给老板打个电话 哎 您好 男同学 男同学 您好姐 我是想一口价跟你家吃顿饭 就是你们随便上 上什么我吃什么 你们上一道我吃了一道 而直到我吃饱 晚点看啊 就是来个一口价 咋就像自助餐似的 让人眼看我乘风 啊 那我就买饭了 行 那就一百五罢了 然后那个你就吃吧 三个人一百五啊 嗯 对 行啦 那您可说好了姐 那多了不补 少了不醉了 你别亏了 没事 不到醉了 吃了我就先说 另外一个阿姨 送的那个陪我老弟 你打电话给他 行 那我现在就给他啊 打电话给他 哎 好 阿姨和老板都在跟我动作 老板交代了 就说你那一百五罢钱 我是扫这马行吗 好 那我扫了 你过去了 好 我扫了 好 我扫了 看来我的这个感觉 很小时候 有点像拜扇 康哥的风里还特别长一点 好 先去面倒饭 有点给我看吧 这个想要配一下啊 好 这一二个 好吧 哈哈哈 要饱了 哈哈哈 又来菜了啊 咦 给我看的有点好 我不要上了 那阿姨 这边上了 应该也该上了 对对对对吧 慢点吧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吃完呢 不吃了的话就浪费了 是吧 我心里的这还挺多 只有黑山那么吵闹 这阿姨说是这个云南的 那边的各个都很难尝 远续味很重要 辣到不是很辣 没有什么辣味 就是远续味很重要 外婆菜烧饭啊 我尝一下 刚吃的时候 我尝一下 天啊 太多了 影天不要来了好吧 我怕我输了 我怕鸡 我觉得有点疼辣不住 这次的这个 牛家特色 东北在这里连着没吃过酒 多多 哈哈哈哈 最有的 好笑 阿姨先别上了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知道 来尝尝牛肉 老闷的牛肉 而且它里边给你配点 一些辣椒 所以它还有一点点辣的口感 好吃这个 还有一点点酸 好多一点点 来 里边有个泡椒 那种酥辣的口感 然后尝尝就结了 其实就是我个人感觉 是有一点点辣 有点渴味 东北在这里一年 我没吃过酒 多多味的 这个真色的 多多味蠻好 尝尝来 拍个尝 红酒味 除了这个酸味 它就挺酸味 然后来碗这个红角 把鸡肉尝尝 没尝尝的味道 红角味有红角的香味 红角味有红角的香味 一口还是爽 应该还是糖醋的味吧 这是买一抹味的 上面有整的 这是哪嘎嘎 什么没有 其实这都指的是什么味的 咱现在就不吃了 不然你俩就吃了就玩下了 这都什么味的 这是老式的 肉松的 黄桃的 蔓越莓的 番茄西汁的 这个呢 吃什么尝尝这个 吃不到 尝尝味的 一口就能吃出来 其实吃到现在 这些鸡肉尤 基本上都已经凉了 但是咬一下 还是有一种酥脆的感觉 可是作为一个 作为我 做的还是有手法 来呀 你俩尝尝 吃汉堡包了 咱都品变了 直接开始了 今天好 今天直接都配上了 要往常就一回一道菜 开始应征干饭了 我还是喜欢吃燃味的半炒饭 这个牛肉真的老嫩了 八口吃炭水的感觉真爽 不是 这菜都是没了 这饭没吃了啊 再来一个下饭的 行 这儿子来了 哎呦我 我心想这也不是下饭菜 这个 雪面豆沙盲盒 这都是什么味啊 这个问题给老板们猛了 我心来下饭菜 盲盒就是充满位置 然后 什么 这什么 什么吃过一个五毛钱一块 一个雪糕糯米糍 对那个一个味 你知道这皮是什么做的吗 怎么做的 鸡蛋 看出来吧 鸡蛋不是黄色的吗 一点关系没有哈 鸡蛋亲手做的 有老铁知道是怎么做的 早来急事 来个下饭呢 给他饭打打 给来个甜品 在东北这个菜真就属于甜品 十一级上菜就是充满位置 太刺激了这盲盒 这什么馅 吃了一下 哇 对你的吧 这晚上真不能多吃 吃多了 这腻了 打包回家 赶别浪费 挨个打开看看 这里边是啥劲的 回家咱们再看这个 准备去结账了 看什么吃回来了 老板心想 这人在说啥呢 回来了 回来了 二百四十四 真那么低 那能行吗 来 活小个 看票吧 来吧 马里 遍 我 谢谢 激 菜